在大選過後 美國總統拜登派遣非官方跨黨派高階代表團訪台 包括前副國務卿史坦伯格 前國家安全顧問哈德利 以及AIT主席羅森伯格 今天是先前往總統府會見蔡英文總統 接著前往民進黨中央會晤賴清德和蕭美琴 下午也分別和國民黨的侯友宜 以及民眾黨的柯文哲會面 十五號早上九點半 車隊開進總統府 再者在臺灣大選後隔天十四號晚間抵臺的美國總統拜登派出的非官方高階代表團 包括前國家安全顧問哈德利 前副國務卿史坦伯格與AIT主席羅森伯格 哈德利致辭時 先恭賀臺灣選舉順利落幕 強調臺美關係堅若磐石 也表達希望與新政府共同維護臺海和平穩定 訪團緊接著前往民進黨黨部會晤政副總統當選人賴清德肖美琴 賴清德感謝美國對臺灣的堅定支持 並強調自己會在蔡總統的基礎上捍衛臺海現狀 臺灣未來在我和美琴副總統當選人的領導之下 會在蔡文總統的基礎之上持續的捍衛臺海和平穩定 也希望美國能夠持續支持臺灣 深化臺美在各領域的互利合作 並聯合民主夥伴 共同確保區域的和平與繁榮 除了建賴桑 美方訪團下午也分別和國民黨候選人侯友宜 民眾黨候選人柯文哲會面 討論此次大選外 也對於臺灣未來展望 臺美各項重要議題 交換一件 記得綜合報導